早安YouTube,我们今天的微学习主题是关于植物衍生疫苗的透视概述 如果您是Biotech Whisper频道的新手,热烈欢迎,我们期待与您分享简短的视频 让我们深入探讨今天的主题 植物衍生疫苗 自植物工程技术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 尽管基于植物的药物或疫苗具有广阔的潜力 但将这些产品推向市场仍面临重大挑战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获得批准的植物疫苗进入市场 最近,来自Medicago的植物原性Covid疫苗,品牌CovidFans 于2022年获得加拿大批准 商业化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植物疫苗的商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时间 但是,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测试几种用于人类和动物的候选疫苗 该视频指在涵盖植物工程的最新进展和植物疫苗的监管要求 并该述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人类和动物疫苗 疫苗在经济上是有效的 疫苗是减少传染病影响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正在努力提高疫苗质量和可及性,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传统疫苗是通过使用病原体的弱化形式或通过创建制病生物体或其一部分的灭活版本来生产的 然而,这些疫苗存在被意外因素污染的风险 植物作为有效且可扩展的生物反应器 植物有能力产生大量的重组蛋白作为生物反应器 这些重组蛋白没有影响人类和动物的病原体 并且可以在不冷藏的情况下以低成本储存 许多重组蛋白已经在植物中产生 导致基于蛋白质的药物生产从细菌、真菌和哺乳动物细胞培养 转向植物和植物细胞培养 适合规模化生产的工厂 一系列植物,包括烟草、水稻、玉米、马铃树、紫花木素、生菜、西红柿、胡萝卜、花生和大豆 被用作通过各种体外方法,如原生质体或细胞培养或毛状根培养 进行基因导入的宿主 可以通过常规的细胞和或液绿体基因组重组将基因引入植物 用于疫苗生产的植物种类和技术的选择决定了给药途径 因为一些植物只能在加工后使用 而某些处理,如加热或压力,可能会破坏抗原 谷类作物是生产亚单位疫苗的理想选择 因为种子中产生的疫苗在长期储存期间保持稳定 从植物中获取疫苗抗原 以重新方法涉及在转基因植物中生产疫苗抗原 然后可以将其提取和纯化 这些疫苗可以被消耗或应用于黏膜表面 并提供多种好处,例如具有成本效益 易于被患者接受以及长期储存稳定 然而,在广泛使用之前必须解决技术挑战和监管要求 并且必须确保公众接受 随着植物原性疫苗开发的推进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机构将继续支持国际协调要求 注射型疫苗 有两种接种疫苗的方法,注射和黏膜 通过肌肉内或皮下途径给予的注射型疫苗可提供强大的疾病保护,并可有效对抗通过全身或呼吸道传播的病原体 这些疫苗通常通过顺时表达在烟草植物中生产,但抗原必须再给药前存化 口服或鼻腔疫苗 另一方面,口服或鼻腔疫苗可有导粘膜免疫和全身免疫 口服植物性疫苗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易于生产并且不需要额外的注射医疗设备 由于抗原在植物细胞器中的天然生物暴风,它们还在卫肠道中保留了它们的免疫原性和生物活性 水稻、玉米、马林树、生菜和胡萝卜等可食用植物已被用于开发口服疫苗 一旦这些疫苗到达小肠,抗原就会掺入绿泡相关上皮、肥、中的M细胞,从而导致黏膜和全身免疫反应 符合GMP要求的规模化生产 用于制药应用的重组蛋白的生产需要一定的质量标准 GMP等级对于临床应用是强制性的 有GMP设施能够生产用于药物,包括疫苗,的植物来源的重组蛋白 美国的Fernhofer CMB和加拿大的Medicoink是此类设施的两个例子 一些大学推出的植物疫苗已进入一期临床试验,并与GMP设施合作生产 这些疫苗的生产必须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包括临床应用强制要求的GMP等级 GMP厂房内的关键加工区,配备了完整的植物顺时表达加工循环 如植物和细菌的培养、浸润、植物收获、蛋白纯化等 用于动物 如果植物基疫苗能够以低成本生产,那么它们对于动物使用来说是一项资产 此外,可使用疫苗的管理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 在家庭方面,除了上述已获批准的疫苗外 马林树、烟草、玉米和水稻中也表达了新陈疫病毒的糖蛋白 同样,口服植物基FMDV疫苗已被证明对株有效 该疫苗是在烟液中生产的,并以与饲料混合的冻干粉末形式提供 该疫苗引发强烈的黏膜和全身免疫反应,并针对同源和一源 FMDV攻击提供保护 这些研究证明了植物疫苗在保护猪免兽ETEC和FMDV这两种养猪液重要疾病方面的潜力 用于渔业 水产养殖依赖海水,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污染环境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使用口服疫苗预防疾病可能会改善这个问题 是的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使用口服疫苗预防疾病可能有助于减少过度使用抗生素造成的环境污染 口服疫苗可以为水产养殖业的疾病控制提供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通过口服疫苗,它避免了对于造成压力的注射,同时也降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 结束观点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开发基于植物的疫苗作为传统疫苗生产方法的替代品 植物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得使用植物表达系统生产疫苗成为可能 它具有多种优势,例如生产成本低、可扩展性、安全性以及对新出现的病原体快速反应的能力 例如,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在植物中生产出多种针对人类和动物疾病的疫苗 包括流感病毒、狂犬病和乙型肝炎病毒 此外,植物能够在低温下涨时间储存而不会失去功效 这使得植物基于Base的疫苗对于疫苗分发可能具有挑战性的偏远和资源有限的区来说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植物疫苗在改善拯救生命的免疫接种和应对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